目前花莲三个乡镇市 包括了寿风乡、玉璃镇、浊西乡、水稻 都出现了空包蛋的情况 寿风乡公所成立了单一窗口 加快、简化申请的流程 乡长刘耀宗也特别前往 位在风里村的稻田 了解实际的情况 希望能够帮农民早日获得补助 来减轻灾损 寿风乡长刘耀宗上午在农业客长 陈又博的陪同下 前往位于风里村的稻田 了解实际情况 水手摘下一串稻穗 透过光照看得更是清楚 农民表示这就是不仁实证 情况严重到田里 连一只来吃稻的鸟都没有 三四颗都是坏的 这个白把这个都是坏掉的 都等于是空包蛋 这大段这边都是坏掉的 没办法 也没办法衣了啦 因为要收成了没办法衣了 就等着这样而已 所以希望等着政府能够多补助一点 这一次的更严重 因为四月份那时候 那个气候不稳定 他在印税的时候就 就已经人道了 一出税就空的了 我早上一大早去筍田有五点多去看 大概我收摘的面积有多宽 我现在看差不多有一半 我自己本身重五十五十公顷 有一半以上 双方乡公所则表示 全乡五百多公顷的倒座就有七八成受损 乡公所成立了 在泥川口加快简化申报流程 重稻子的面积差不多五六百公顷 我们就第一个还用到改良厂 还有我们的农粮署 还有我们的农委会 还用这个事情 希望说上级都给他们 办理这个重宽 重塑 然后金额能够多一点 给他们解决他们 收成的一种困境 来帮助他们来跟作 往年有这个情况吗 往年比较少 因为这是因为气候的影响 好像四月份那一次的航海的影响 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 那个手续 申请的手续能够重检重塑 希望上级能够放宽审核的标准 而包括了玉璃镇 卓西乡的水道 也都出现空包弹的情况 黄年县政府也呼吁其他乡镇农民 如果发现水道有不忍时情况 超过20% 也可以尽速跟乡公所通报 而目前救助额度标准 为每公顷一万八千元 记者刘明胜综合报道 除了解了一番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